在板橋的江子翠一帶 有一家最老最老的早餐店了 裡頭的品項琳瑯滿目 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 無敵海景饅頭蛋加花生醬 在層層堆疊的饅頭裡頭 放入了起司 蔥蛋 豬排 炸油條 等等超級澎湃的餡料 再抹上了滿滿的花生顆粒醬 超厲害的三層饅頭 高度有16公分高 嘴巴再大都沒有辦法一口咬 吃一個就能飽上一整天 你等我一下 單點一個海景饅頭加花生的 你的嗎 等我一下好 做一個海景 又一個海景 這傳說中的美食到底是什麼呢 它的招牌就是海景爆漿的饅頭 你有加花生醬嗎 有 就還滿特別的 就是料很多 你會一口咬下去咬不完 看起來就超澎湃的 而且真的吃完以後 就是那個花生的香氣是很濃郁的 然後層層疊加的那個美味 就覺得吃完這個就覺得超療癒 今天一整天都圓滿了 連部落客都超推的美食 加入蔥蛋 火腿 起司及油條等多種配料 最後淋上滿滿花生醬 鮮香滋味超誘人 大口咬下 還聽得到油條的酥脆卡滋聲 瞧饕客吃得多滿足 難怪讓這間早餐店 每天一開門就大排長龍 網路上說這一間是來板橋 一定要必吃的早餐 我們是從台南的這邊玩 然後早餐就來找這附近當地的早餐 我今天點的那個 無敵海景什麼飯饅頭的 對 剛好是路過經過看到這麼多人在排隊 我想說就來吃個早餐 不管在地客還是外地客 都是衝著這顆饅頭而來 境外有的人安全帽還沒脫也要買 甚至甘願排隊化單等候 驗聲裡都透露出渴望的心情 小地門口 逮捕的人愁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 無時無刻都在排隊 所以都是因為這饅頭實在夯爆了 符合現在年輕人喜歡就是拍照打卡 然後它又很特別 讓客人就是去拍這個饅頭 拿來打卡 有南部有啦 香港客人也有啦 澳門的也有啦 馬來西亞的也有 這無敵海景饅頭的名聲 早已紅到國外 蹭蹭蹭相當壯觀 拿起來的高度最高有16公分 大小還有兩個拳頭大 超狂三層饅頭料澎湃 口感紮實超有飽足感 就是超大一天的 所以你這樣吃得完嗎 吃得完啊 你就算就是分兩次吃 我覺得都很OK啦 但如果你可以一次吃完 你就覺得吃完以後 你就覺得哇塞 超讚 分量很大 分量不知道怎麼咬 也沒辦法拿筷子 這巨大豪賣的份量 吃一個等於飽兩餐 店家選用雙色花卷饅頭 在饅頭上畫上兩刀 分別放入起司 豬排 蔥蛋 油條等配料 還可以加十元抹上滿滿花生醬 堆疊起來就像一座小山丘 老闆蕭麗華不到一分鐘 就能完成一個 由於太夯 人手不夠 還得限量 假日最多一人只能點三個 平日最多五個 五個開心好了喔 蕭麗華十多年前 不忍父母親年脈操勞 選擇辭掉業務主管工作 回家幫忙 將創意用在了自家 傳統早餐品項上 不只改良饅頭 與飯糰也很不一樣 就是很傳統的飯嘛 但是說因為現在年輕人 喜歡不一樣的口感 所以我們就是 我就想說既然是 饅頭可以包得那麼澎湃 那飯糰也可以 就是豬排起司火腿 油條把它加上去 對…就是變成一個很大的飯糰 對 有時候我們可能說 它剛好一餐抵兩餐這樣 我就喜歡吃他們那個飯糰QQ的 料很多 對 他們料算很豐富 比一般的那個飯糰裡面的料還豐富 將老店融合創新元素 蹦出新滋味 但有些東西 老闆蕭泰河仍堅持全手工 現地現做 黑油酥 油酥 要喝鹽巴 爸爸你現在在做什麼 燒餅啊 所以要燒 燒餅一定要燒才好吃 不是燒餅 燒跟酥不一樣 燒餅一定要熱才好吃 爸爸你有分類嗎 燒餅要燒 燒餅要燒得燒得燒得燒 純手工揉製了成燒餅 是機器無法取代的美味 老闆從揉麵 擀麵到送進烤爐 細心看顧每一塊燒餅 還不斷翻烤上色 再擺放到上方繼續加熱 薑餅皮烤得酥脆可口 放入軟嫩豬排 蔥蛋 最後淋上整片花生醬 這款豬排花生蛋燒餅 同樣是花生控的最愛 香氣十足 超酥脆 它們本來燒餅很好吃 它就很酥這樣 就是剛烤起來都是酥的這樣 另外還有店內的小龍湯包 也是一絕 冒著蒸氣的蒸籠 現點現蒸 皮包現美 咬下一口流血鮮美湯汁 吃完絕對還想再吃 他們小龍湯包滿好吃的 就很多吃 皮滿飽的 傳統美味大享受 看似一般的傳統早餐店 靠中心市創意混搭 蹦出新滋味 一個屋滴海景饅頭 就獨立風騷十多年 任誰都無法複製 腸粉在中國廣東地區 是很普遍的早餐 而這位老闆娘嫁到台灣之後 她就跟好姐妹來學了 做腸粉的手藝 自己開店做生意 現磨的粉髒放上了鮮肉 雞蛋等等的配料 再搭配鹹甜醬汁 無論是冷的吃或者是熱的吃 各有不同的風味 Q彈紮實的口感 讓許多人一事成主顧 早安 你要什麼 先肉鮮蝦 好 不要有蔥中辣的 好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晶瑩剔透薄薄一層 車帶有Q彈紮實的口感 搭配鹹甜醬汁 醃一下日來一盤 滑順爽口的廣東腸粉 真是讓人胃口大開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好吃 醬油跟它肉醃得很香 吃辣的話你可以吃它 加它的辣椒很加分 重點是吃得飽 其實以前都會試 就有沒有蝦子啊豬肉啊 其實都有試過 他們最習慣的後來是吃牛肉 有吃過那種蒸完之後 比較乾乾硬 它的就是還是很嫩 現磨的粉漿倒入鋪平 再放上鮮肉 雞蛋等配料 如同白色花紙上的一抹色彩 不到三分鐘 腸粉籠在大火的催促下 沸騰的水蒸氣就像是魔法一樣 將誘人香氣化為一道道手工美食 降溫消暑讓人回味無窮 就是它熱的時候啊 它那個皮是Q的 但是涼的時候 我家哥哥喜歡吃涼的 就是要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讓它冰鎮一下 然後它掀起來的時候 那個皮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在這裡吃的時候 皮是炸開來 是一張一張很完整的 就是很好吃它的口感不一樣 冷的吃熱的吃各有不同風味 能將廣東腸粉做得這麼變化無窮的 就是這一位來自福建的謝紫芸 當初嫁來台灣為了貼補家用 跟著來自廣東的好姐妹 學了技術做點小生意 看它做的時候很簡單 可是當我自己做的時候 覺得什麼都好難喔 例如備料這方面啊 都凡事都要自己去親力親為 因為沒有做過 剛開始的時候壓力大到 頭頂都凸了一個洞了 剛開始做的時候 前身都痛得要死 不懂得施力點在哪裡 這邊痛那邊痛 身體已經習慣這個節奏了 所以我們盡量的話 都是手臂這邊出力 手腕這邊盡量不出力 有幹什麼的 雖然辛苦 但終究熬過去了 好口杯打出知名度 生意越來越好 一個人忙不過來 於是原本做工程的先生 劉信從決定 那就夫妻倆一起做 要先把醬頭爆香 讓它有味道出來 然後再把我們的醬油放下去 滾了以後再加入開水 這樣子的話 它的醬油跟那個味道 蒜頭的味道就會出來 每一間醬粉的地方 獨特的地方 就是它的醬汁 對 所以每一間煮出來的醬汁 至少你們都會吃得出來 每間不一樣 淋上老闆特製醬油 讓老闆娘的醬粉更加美味 讓夫妻的廣東醬粉 不僅要好 還要更好到讓顧客吃不膩 吃木魚 牛肉 蝦子 好不好 台灣人愛吃海鮮 南瓜的話 很多人吃素食的 它吃方便素的 很喜歡 所以油蔥酥的話 我們就用豬油下去炸 所以你用買方便的 吃不出它那個酥脆味道 蝦仁玉米跟牛肉玉米的 雙蛋的好 謝謝喔 拜拜 夫妻同心 其力斷金 為了給客人更多元的選擇 謝紫雲還特地利用收假 去學做不同口味的家鄉麵 要用美味料理 擄獲陶客的心